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啊 我真的好气啊 传送过来就摔死了 这些人为了增加人气 什么缺德事都做 强烈要求多个举报系统 把这些抓起来 分他个两年吧 现在银币越来越缺了 所有任务一个不落都做了 才只有三万的银币 这对于两天升一级来说 根本就不够用 基本点两下就没了 希望策划能看到这期视频 多增加点银币获取途径 给我们零颗平民堆顶机会 毕竟除了磕全身都是钢了 除了技能点这墙外还有打磨 也是需要大量的银币 特别是打磨点一次要一望式 这不是要了老命吗 我相信每人比我更钢了 图鉴差不多都要慢了 这里银币送的还是挺多的 每多一百七分就能获得银币 像我现在三千分 再提升能得到七千五 还有四级就封定了 稍微把鱼类给补齐 再把食谱给做一做 这后面的奖励很快就能拿满 不过后面还想拿银币 就真的特别困难了 对了这荒野剑王也有大量银币 我现在除了这些比较难了 所有任务都做完了 像这个秘性我就不知道在哪 需要到红木林地 找到岛下的神秘人 这么大个地图找到红年马月 有没有好心人知道怎么做的 麻烦在评论区告诉小强哦 我把每周特位的银币买光了 加上买配件送银币的礼包 足足有15万还是不够花 能钢的也都钢了 用金币也是可以换的 不过这对我们零喝来说 基本不可能 只能是七万多一点支线 让我们可以跟上大佬的小步 从开服到现在就洗过几十装备 全把银币换到技能点上了 导致我现在平分才七把 被大佬甩开了三千多分 没意外又是买给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上 拜拜